要一人杨庆皇大哥 跟大家说谢谢 谢谢大家的关心 然后谢谢所有的媒体 那也要谢谢关心杨小平 然后支持杨小平的所有粉丝们 杨小平在五月一号的凌晨离开的 那他是带着满满的爱 所有的家人都陪在他的身边 然后跟着佛祖去修行 那清皇哥的情绪当然是很伤心 但是清皇哥很勇敢 也带着祝福的心态去面对小平姐离开 那么小平姐在清皇哥的心目中 是很伟大 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姐姐 那么他的分量也跟妈妈一样 所以小平姐在清皇哥的心目中 是很有分量 那清皇哥在跟我通电话的同时 清皇哥有说 这件事情他不会影响到工作 然后他也希望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跟工作 因为这个小平姐的毕业底里算是比较私领域的 那跟工作帮他稍微做错开 他不想要影响到工作 那他跟小平姐姐的共事就是 其实小平姐姐很爱清皇哥这个弟弟 他一直希望他接到好的作品 然后可以再创高峰 再创更好的记录 那么清皇哥可能 有一点小小遗憾的就是他对姐姐 他一直觉得姐姐可能在歌坛是有很多的互助 很多的成名曲 筷字人口的歌曲 就是有期待过 他觉得姐姐可能会在歌坛 有一个有贡献的记录 那因为小平姐姐离开了 现在就会觉得说那一切随缘 这样子 姐那告别式的部分 也可以帮我们讲一下目前的进度吗 告别式就是说 因为我今天是临时的跟菜 目前确认是 我可以代表清皇哥来正式宣布 确实是有这件事情 就是小平姐去修行 但是如果说 告别式或者是比较 或者是临旁的位置 可能这个部分我还要再另外跟他沟通 然后看要怎么来跟大家做发布 对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